显现的流浪记不止发生在女学生身上 狗狗也发生了 在新北市呢 这一位60岁的老翁 他的爱犬就突然不见了 好心急赶快报警来调监视器 一看 有个男生呢 把他的爱犬狗狗抱走了 放在外套前面呢 就直接带走 警方呢说这个人是贼妈 花了七个小时才终于把他找出来 但发现原来他不是贼 是好心的路人 撒娇 甜脸跟主人玩追逐游戏 他是皮皮 今年四岁是卓先生的宝贝 每天陪着他上下班 有客人来还会帮忙招呼 是个贴心小帮手 但15号下午 皮皮突然不见了 让他心急如焚 不到五分钟 一出来的话就不见他了 我反正就真的着急 我还一直找 我看附近的话再怎么找找不到 时间回到当天下午 卓先生发现爱犬走丢了 赶快请原警邪讯 紧急调阅监视器 发现皮皮竟然被重机骑士 暴走放在胸前 第一时间认定他就是偷狗贼 警方系下车牌 从实定找到平溪 花了七个小时 终于将皮皮找回来 但事后才发现 原来这名重机男 不但不是偷狗贼 反而是个好心路人 花了一整天时间 一路找施主 希望能将狗狗 平安送回家 哇很感动 他一直亲我 爱犬找回来 卓先生笑得好开心 也把皮皮看得更紧了 一面顽皮的他 下次又走丢了 谢谢大家的关心 皮皮会来啦 中天新闻 张立东周瑜如 新北市采访报道